Garry,陳日君,Miss Winnie Yip Rematch 很開心,我們又可以請到Jen Hello,這麼快上來 上次你怎麼這麼快上來 因為上次 米力夠 你做完節目,朋友馬上說 你的聲音很PR,很漂亮 你有沒有笑過錄廣告? 沒有,沒有 其實真的可以的,絕對可以 但你是天生還是怎樣? 即是那些彈性,益揚頓錯 看到人多,然後就 看你外表應該是很綽號 平通的那些 喂,行了,來吧 但你一來就很甜蜜 這個歌舞很厲害 讓我想想如何入行 不是,是有些人說的 謝謝 我一聽,聲音就很PR 天生成這一行 但一聽,Daphne錄的Promo 就覺得那個龐白就 又有提升空間 有提升空間 不就好,有提升空間 恭喜你 你沒有提升空間 最好是Jen能夠指點一下她 怎麼看得多人就會這樣 有些人看得多人,一輩子都是 你是不是一入行就是這樣 即是說話 我想我小時候曾經有被訓練去朗眾 我突然回想一個時刻 我突然放學就要病一小時 跟一個老師練國語 由一個禮堂 要確保聲音要去到禮堂尾 即是由這裡發聲那些 是的 即是面中戲 這樣都被你扮演 真是怎樣 我想我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在聲線的掌握 怎樣可以令別人聽到比較有愉悅感 可能在這裡曾經有受過訓練 在PRO行業是否這件事很重要 即是是否很加分 即是特別 我想咬字清楚是很重要 尤其是最近網絡上 有一篇東西 糾正大家過去廣東話的發音 有嗎 是的 我覺得是頗有趣 而且我覺得真的大家借鑒 確保發音準確 也是 也是 上次我們Daphne之後跟她聊天 然後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她的聲音 即是咬字可能有點不夠阿Jan 其實你一見到她 就馬上聽她的問題 如果好的話就加分 不好的話就扣分 會不會影響 例如面對你 她說話 絕對會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這樣 因為做公關 如果我去切身處地 我做公關 我未見人的時候 我必須要約她 那你約的電話 已經令到對方產生 很多的想法 是的 由你代表某某品牌 打電話來 我又想跟你更新媒體 然後你說話 又說話不正 小姐 你會不會很講時間 對 就會令人產生厭惡 這樣也沒有必要 原來這件事也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發聲說話 即使是否英文咬字 也是 我會答是 因為尤其是香港的洋人 如果我是說報紙界 不是的 其實只有那幾個大報紙 那些是說的是大報紙 那你跟她說的英文是嚇死人的 其實算了吧 不如回家 真的 很直接 很直接 回家 真的 我之前說過一個報道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能夠保持員工 保持員工 也保持客人 對公司來說是增值 但是我又會留意到 你知道有些公關公司 其實貴貴都不同的人 是 可能我們也研究過 壓核心人物沒有變 周邊的人沒有變 那你怎麼看這個現象呢 其實很辛苦 如果跟她合作 每次都不同班底 我想這個現象 反映在公關公司 即所謂的公司 我想這個也是 行內臨的挑戰 就是一般的 無論廣告公司也好 公關公司也好 相對在帳戶服務方面 是比較難去留人 我想這個原因是 我們上次有提及過 我講過 關於這個 Fantasy 當這個Fantasy 破滅了之後 其實沒有女生會願意 踩著四吋高跟鞋 只是跟你把走光哥 還有很多背後的東西 頂不住就頂不住 亦都不少這些例子 為什麼呢 我們覺得上戲做完節目之下 很多朋友 特別是一些 就是畢業或者剛剛出來工作 很多問題 其實很想了解 究竟以你第一身 這麼多年的經驗 究竟這行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其實 以你入行和現在的改變 是怎樣呢 走上波下波 或者讓你重新選擇 你會不會呢 就是這一類型的問題 所以想和你談 你經歷了這麼多年 其實你覺得 現在的發展的機會 是多了 還是難認識了 我認為是絕對多了 我想現在 公關、市場 甚至乎是 大家對於 這兩個工種的測試 即我們所謂 這個工種 或者這個人 這個職位有沒有效益 取決於你能夠帶動多少個生意 現在越來越多網絡的世界 其實你已經很難去評估到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 其實我之前有聽過一個故事 其實是一個新加坡同事跟我分享的 有一次在新加坡那邊剪頭髮 又是一些上流社會剪頭髮的地方 發言師就說 我最近買了一個電腦 就是H牌子的電腦 然後問他為什麼 然後發言師就說 因為我看到做一些工藝 工藝的工程 原來這些就是 可能要鋪了 種了一粒種子 種了十多年之後 開始見到一些髮牙 有人跟你說 我看到這棵樹 或者我當日見過你 曾經做過這件事 而覺得你的品牌很好 計研一下你的品牌 這些又是不能夠計算 很難去計算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 我認為公關銷售 絕對繼續需要多多的人才 在這個領域那邊 我有聽過有人說 其實現在就不需要聘請太多人了 你聘請打手就可以了 因為你知道網絡世界 可能你一開那個網絡的網絡 有很多你不能選擇的置入廣告 即是封蓋式 然後你會很找打手 在上面發表 其實不需要真正的公關人才 需要打手就可以了 那我要糾正你這個想法 糾正我爸 應該是糾正 我想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一直都留意了這個趨勢錦 你所說的打手 可能是三四年前 五五兩年前的 一般市場會做的事情 但現在去到這個時代 我們看到一般打手 其實很容易被人知道他是打手 繼而他已經不能做了 在那個平台 就算你改名 你的風格都很容易被人認得出來 我想重點是 一個網民會看你是真心還是不真心 你說的東西很偏激 或者你長期說的東西 特別對於某一種品牌 是特別正面的 其實很容易就看到 原來你聞到味道 你是來自一個打手 所以也很有趣 我最近認識到很多不同的 貿易界的人 我之前 現在在《生果日報》裏面 有一個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他分享的那篇報導 就是現在我們需要怎樣 令讀者產生共鳴感 我想打手是做不到共鳴感 這個也是我認為公關界 市場界 我們現在要讓別人先走一步 就是這個 共鳴感 共鳴感 成宗的名人 藝人 總之人請不到我請到那些 但始終人都會老 他知名度都會跌 或者他會說 我媒體就認識這個 但可能三四年 那個媒體有面目全非 我問題是這樣 怎樣保持自己的價值 非常好 我相信就是 謝謝 多開心 那個價值 其實不是你說你自己 而是別人如何肯定你 而別人如何肯定你 取決於老闆覺得你有沒有幫公司 簡單一點 他給你一元 你沒有令這間公司賺一元或以上 即是我們所說的RI 如果你有增值 其實去到哪裡都會吃香 我想增值的定義是這樣 即是你剛才是說一些 在公關界被常見的東西 包括你認識多少人 你有沒有跟某某人有網絡 說真的網絡其實全世界都有 問題是你有沒有將它發揮 即是我相信每人都有自己 一個幾百萬個朋友 幾百個 沒有百萬個 多了一些字頭 幾百萬個 十幾百個朋友 你有沒有將朋友 變成你一個增值的元素 那你會不會有很多很多的應酬 即是要經常保持聯繫 我有應酬 但我不形容自己 叫很多很多 我想我已經將我的生活 和身邊的人 接軌 即是我不會分開 我現在是工作的網絡 我現在是個人的網絡 我認為現在都是和你們 一個人做朋友 即是會不會知道 可能將來我們有其他的能力 即是你儘量將一些東西 在工作和應酬層面 你不要這樣界別它 沒有 都是用心地 生活化地 享受你每個時刻 其實你發覺是的 尤其是這麽快的社會 任何一個行業 包括銷售或各樣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都說生活化 誰越能將你做的事 生活化到 你其實有成功機會 或者是跑前跑前的 都越大 因為生活是什麽 隨時隨地 每一分鐘都在生活 那你不區分 那你便每一分鐘都用盡 即是每一分鐘 還有我都有一個小的提示 不是叫提醒 好啊 其實你不要笑 多一點提示 尤其是有興趣進入 帶點主管的行業 即是我最近 也是不知為何 最近有很多 content 報告出過程 我公司被譽為 堪稱全世界經常出現很厲害的 top marketers 我剛剛看完那篇 article 就是經常出現成為 Top marketers 當中的執行非常重要 而我們公司的信息是 就是on the job training 有些事情要入廟才可以拜到神,不是在外面可以拜到神 你不在廟內運作,你不知道廟會做什麼 你經常自身事外觀察,其實不會令你增值 很深 講不講一些公司會做一些怎樣的工作訓練 譬如我們是做很多的了解客戶群的 focus group 意思是無論你是在用A產品和B產品都有不同的客戶群 即是在產品發展的時候,你們都會做一些 不是,我們經常做 即是無論有沒有新產品 我這個也是貼近市場或是貼近 consumers 即是在想些什麼 如果Echo Gary早前所說的 其實我們在生活不斷,每天都在運作中 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每一下你和身邊的人接觸的時刻 其實都是為你自己增值 通常focus group,你會看一些報告? 有時候會參與,有時候會在幕後的反光鏡 即是在電視劇中看到那些 你看不到我,我看到你 對,有一群女子或男子在裡面爬爬爬爬說話 或者在市場市場的一些值得大家作為啟發或者認知的東西